那我们现在来看下一篇就很重要了 就是急救 脑中风发作会口眼歪斜偏瘫无力 癫痫则咬牙切齿抽搐有力 两者皆属头部体伤所致 心脏骤停或手舞胸口 脸部及面色微变而倒下 或面无表情全身贪软而倒下 或心脏病发自述胸闷胸痛 即知心脏骤停而倒下 此皆属上背部体伤所致 显然我们急救 要解决的有三种 癫痫 脑中风 还有心脏骤停 我这里写心脏骤停 而不用心肌梗塞有我的道理 因为它心脏停止了 才引发接下去的 包括呼吸停止啊 人的过失啊 种种 是吧 那西医是说心肌梗塞 好像又是检查出一个梗塞来 那我们说所有的检查都是属异常 有没有 异常根本跟疾病无关 有没有 它也是一个果 果怎么会导致其他 所以我们还是用心脏停止来讲 心脏骤停 好 那既然要解决这三者 这些倒下去这一个动作 这三者都有可能 对不对 都有可能倒下去 那你怎么分辨 还有怎么急救 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倒下去这一个动作 是属正还是属壮 啊 认为正的举手我看一下 我们说疾病有分正跟壮嘛 那认为倒下去那个是壮的举手我看一下 然后真的都有举手啊 都今天最后一天了呢 举错了就对不起我啦 你们别以为倒下去 撞到地上叫做撞 此撞非彼撞耶 我们说什么叫撞 撞就是破皮流血还有一些皮肤病 那倒下去跟破皮流血还没有导致啊 它只是这个动作而已啊 对吧 所以不能称为撞 而应该称为是一个病症 对不对 这样才合理嘛 好 那病症 突然间发生的多属什么 他处体伤 那撞一定是必属本处体伤 有没有 那如果是他处体伤 我们要解决他 一般是先温敷还是先按推 按推嘛 所以为什么急救 一定是先怎么样 出手 而不是先去找红豆袋啊 软软包啊 绝对不是这样 好 那头部引起的 癫症跟脑中风 按推头部原始点 那心脏骤停呢 按推哪里 上背部 所以真正你看急救 都在上背部跟头部而已 这两处 倒下去有没有可能 同时头部跟上背部的体伤 同时出现症状 也就是心脏跟头部同时发生 有没有可能 有哦 所以别以为只有一种哦 所以有了这样概念 那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来细分了 第一个头部的癫症跟脑中风 差别在哪里 倒下去你们只要注意看 癫症它手脚抽搐有力 很激烈的 然后咬牙切齿 脸部激烈变化 然后眼神飘忽不定 比较偏移动态 我们称为癫症 那如果倒下去 偏瘫无力 一手一脚突然间没有力 然后口眼歪斜 这个是属于怎么样 中风 中风比较偏静态 这样你们很快就可以分出来 那如果还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症状就是 中风容易流口水 那癫症呢会吐白沫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吐白沫的是癫症 流口水的是中风 这也是一个分辨 这两者处理方法 有没有一样 其实都一样 你只要把头部解决了 这些都可以处理好 但是两者哪一个比较严重 中风比较严重 因为无力比较严重 那抽搐有力的 反而不会死 所以你别看那个激烈的 好像很严重 反而没有动的 反而更严重 好 那癫症好不好救 因为它最没有危险 最好救 所以你只要在头部 还有整骨下沿 按一按一般一两分钟内 一般都可以解决了 一般绝对 不需要打什么119啦 你就这样按一按就好了 然后再帮它温敷 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这样就解决了 然后癫症能不能根治 因为在我看法 癫症还算小case 绝对可以根治 但西医不一定能根治 它就用很多药来控制 那个是不行的 它癫症一定有体伤 那把头部体伤揉开 然后随时温敷 那这个病症就可以根治 所以癫症我认为不难 癫症急救案例 好 她眼神已经开始恢复了 那个红豆 红豆莱特夫 红豆包 好 漂亮 红豆包 红豆包 急救案例 癫症 癫症 有拍摄 拍摄 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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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影片就好 看影片 好 好 可以 吸陷癫症急救案例 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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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开一下 先让开一下 让开 一个人坐下 前部都安开 前部都安开 先让开一下 红豆袋 温敷 已经在温敷 温敷袋 已经在温敷 已经在温敷 他已经在温敷了 已经在温敷 然后该打的了 打的了 这里剪得非常短 其实都有好了 但他把后面好的都 那差不多都一分多钟 最后就好了 我看这里都是几秒钟 30秒就把它咔嚓了 因为这个都小case 也没有必要放完 那我们来看中风吧 中风在润果的时候 已经有讲 那中风大致分为两类 西医分脑出血 还有脑梗塞 但对原始点治疗方法都一样 那我们认为中风 应该也算小case吧 我们先来放一个 彰化奴内出血的案例 奴内出血案例 去年10月20日 头部撞了 肿起来 还有一点擦伤 流血 本来以为是擦一擦就可以好了 但是 经过来一个多月 感觉到 行动有一点奇怪 一点异常 走路也不稳 所以 感觉到是有一点问题 可以去做脑部的断层扫描 结果发现 乳内还在出血 灰白层畜代表出血 这个时候 医师交代 要住院 准备开刀手术 因为家属一时没办法决定 所以要回去商量以后 再来做决定 回来商量结果 认为应该来做原始点 可能比较恰当 所以 当天下午 就到台北 和儿子的家来接受 儿子的原始点 每日原始点操作过程 一 姜用量 一天使用半斤老姜 四碗水浓煎成一碗水 二 按推次数 三小时一次 一天约六次 每次约三十分钟 三 温肤 头 背部 二十四小时温肤 四 运动 每天前后踢腿 跑步机 深蹲 共约两至三小时 还有到公园走路两次 共约一小时 泡汤一次 爬山一次 约二点五小时 每日运动 约五点五至六点五小时 前后比对 施坐前 左半边偏摊 左脚抬不高 无法自行爬楼梯 越抱时呈现迟缓呆滞 有时无力单独起床 施坐两周后 偏摊已恢复正常 左脚走路无异常 上下楼梯自如 阅读能力恢复往常 起握皆无问题 12月11号到原始点的时候 那时候的礼教 站起来 走路走看看 现在脑出血 我看过很多案例寄来的 一般平均差不多都 一个月左右修复 这是最普通的 那这一个患者84岁了 非腹反而是最快的 他靠的是什么 运动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中风的 运动这么勤的 连我现在都没有办法 达到他的一半 他这个是很猛 为什么 你看他行动迟缓 而且能够坚持五到六个小时 这个意志力啊 非常能所能及的 所以他恢复才会那么快 那我们直接就放三个植物人 直接都放 我现在要分享的是 原始点 救醒我妈妈 我妈妈的过程 是植物人案例 在2012年 5月初我妈妈在浴室内摔倒 经过医生电脑扫描之后呢 发现到脑肌很多淤血 要做手术 但是我的妈妈 因为年纪大不想做 那两日后呢 就昏迷了 那医生说他呢 因为昏迷了 给我们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拔掉他的喉管 让他走 第二个选择 插入营养猴和氧气 在他 在床上 做植物人 过他的一生 我不忍心看到我妈妈 在床上做 做植物人 幸好 有人介绍我去 旧金山 推广站 找到 曾经理 教我怎么做手法 帮我妈妈 曾经理陪 我去妈妈住的疗养院 把我妈妈做头部原始点按摩之后 他对我说 你妈妈有的就 因为他看到 我的植物人 妈妈 眼皮有 眼皮有 动 他再三叮咛我 要我帮妈妈 继续按推 温肤 我不断帮他做 迟到第三天 突然之间呢 他 醒来 还认得我们全家人 这让我对原始点很有信心 继续做 帮他做原始点的全身 他慢慢痊愈 医生复诊的时候 还觉得很惊讶 我妈妈竟然可以恢复 可以坐回轮椅 可以饮食 蜘蛛 你这个里面有医学的话 肯定是你已经没记得 在家里你怎么弄 我就我想 我说这个原始点推拿 肯定它是医学会走 我就不在乎 我就没管 我就后来我自己做 每天 后来我开始 做了个功夫 功夫降床 底下铺了三个风筒蛋 身上盖着都带着 头上包着带着 旁边床室里放着电暖气 再就是降床 它渴着就是降床 再给它做头部原始点 上训就原始点 和姐夫原始点 我说先把头脑 还在一个不让它死 训练 就是先把主要的原理讲 别让它死掉就行 第二天因为我们家的亲切 他们都知道 我媳妇妈妈呀 她姐姐呀妹妹呀 他们都来 来得多 一来就说了一来就说 人成是这样的 你看植物人了 喝个姜汤 拿着袋子跟他盖上 就能好吗 因为他就不懂 我说你们别急 我是他的男的 你们也知道 我比你们含紧 你放心 因为我心里倒 我多少人 因为我治好了 再一个 我心里的一个理念是什么 我多少人 我在那推大房呢 我说不可能把我的人送到医院 这个是一场讲不通的 别人觉得我柔了好了 你自己的家人又送到医院去了 我说我们以后能做原始点吗 那两边就来的人 我们一块的朋友啊 多得很 每天来到一老去躺着这个 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弄 我每天我和你盖白红豆袋 人群那样的 我说你别急 老公我说你 我们俩试试说话 他说怎么能试试 我说你过来的起天底来 让他逼你说话 他说逼你成了这样的 你怎么说话 我说你看嘛 现在你先别急 到医院 他就在这躺着 我说你怎么办 那医院去我说肯定他要开门 我说我不懂 我就这样 就这样坐着坐着 大概坐了七八天 原来有点多这么样的 紫盆盘 一个大伙子 车祸这么样 大概创得特别的严重 我坐了七八天的时候 他那大便利 就拉了两天血 哎呀 把我去高兴 你为什么啦 我就知道 这个紫的也退载 一天一天都不见了 那血没了 拉下来的全是血呀 在那边零用玉血 自然的皮肤来 我是李老师的媳妇 那天是十二月二号 我们出去到海北 去关轻游戏了 轻友关上我回走的时候来 出车祸了 我不知道我摔成这个样子 我慢慢慢慢 到半个月以后呢 我才恢复成有记忆的样子了 我现在呢 在家里能干一些零碎的活 原来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死亡中拉回来的一个人 我现在恢复成这样 这个原始点太了不起了 大家现在看一下 我做一下 我的原始点的恢复的状况 我以前的话 我这个胳膊这样 伤都伤不来 我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 我的这个动作 你看我的这个 现在四肢都挺好的 现在都挺好 我老婆在13年的2014号 去了一次车祸 到此开了五次楼 去了一百多斤学 在整整肩负时 待了三个月 分离七个月的时间 一号成为了高位置物人 先儿在一号 扎沙富英 富翁 逍遥不爱康复英语 至于一年零八个月 引雕翻译 一波七十余万年 家里面 两分子都卖掉了 依此 病情不禁耗聚 先儿 多次咨询 贯州国家的省政 对有名的讲师 也没有一个好的医疗方案 为什么说他高位置物人的 这是医院的点子 他有各个各样的这种卫性 除了他是置物人以外 尤其他还有三个 高血压 高血胴 高血脂 尿若干液 年症点血 身体虚妞导致 肩酸感冒 谁时都有生育卫性 要失眠的四十月份 就计算了维尸碟 计算了维尸碟以后 就是要按摩一条鸡角 齐取维尸碟 按摩以后 就马上 复横刀弹 降它呢 就是后能降它 功夫呢 就是头部 颈部 就是浪浪化 血脚 我们就是一个定的横刀弹 外内的温服 基本上是六十五小时左右 只要通过这些办法 要能免疫性的好运 现在能够实行 多分生活制度 现在呢 第一个 它自己不划 第二个呢 它现在的学医啊 学习啊 它自己不划 第三个呢 我们可以开 进行简单的交流 我问他 我想老婆 老公早上好 老公早上好 你辛苦了 自己头手走路 一次能够走两百倍左右 爬楼梯 能够从一楼到十八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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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不错 嗯 真好 我的目标是 要达到全一部社会子地 要两年以后 有一个愿意的带着老婆 到两个府里去哪 这三位植物人 应该都是医学界很难做出来的 那这些感动的喔 你看到处都有 那我们今天其实最大的重头戏 是在哪里 我认为急救喔 真正会死掉的 立刻死掉的 癫痫不会 脑中风也不会 唯一一个是什么 对 就是心脏骤停 我们的急救之所以改那么多 这一次手册也都有改 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那这个问题也是蛮大 现在医学界说 反正心肌梗塞没有分年龄的 也不一定以前有这样病例 你以前有心脏病 才会发生这个事情 有时候健健康康 哎 睡一觉就不见了 或是哎 有时候在讲话 哎 就走了 就像我们 修肉掌的歌王郭金发 对不对 他唱歌的时候唱到走了 就是心脏病发 心脏骤停 那我们对这个疾病 我们说的 我们这里有叙述 他有可能有动作 有可能没有动作 但有时候来得非常急 有时候他还会通知你 就大致有分这几个情况 第一个我说最常见的 有时候会手无胸口 或是脸部面色有一点微变 然后就倒下 这还有一点通知你 那还有什么 面无表情 什么也没有表达 然后突然间就倒下了 这也是一种 他还有一种呢 他感觉要发作前 他就有隐隐感觉了 好像心脏很不舒服 还会说哎呀 这里很不舒服 然后隔一段时间就倒下了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大致我们分成这三类 那都有可能 他心脏已经都快停止了 或是已经停止了 他在那个动作的刹那间 其实心脏早就停止了 好 那这样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我们来看下一段 综上所述 心脏骤停一定昏迷不能表达 且手脸或有变化 此际不同于脑中风或清醒或昏迷 也不同于癫痫 手脸抽搐扭曲变形 在临床上 心脏骤停所致促倒 有因热能上足而自己苏醒或被救醒 亦有因热能瞬间耗尽而抢救呼啸 所以我们把它中而起来 因为它急救 因为它也倒下去 癫痫也倒下去 脑中风也倒下去 那同时倒下去 我们怎么在短时间分辨 要按头部还是上背部 这要很快速啊 好 那我们就要把心脏跟头部的 做一个区格 心脏骤停它有一个不变的 就是它一定昏迷不能表达 对吧 那脑中风呢 脑中风一定昏迷不能表达吗 还是有时候它是清醒的 它有时候都是清醒还能表达 我们来看一个好了 就是脑中风那手术也没效 中风瘫痪案例 脑内出血嘛 对 是是是 那开完刀现在情形 就是 没办法讲话 这一个摊了 这一个也摊了 没办法讲话对不对 没办法吃东西 了解 那没办法吃东西 都用鼻胃管喂食 对 因为喝点东西它就会呛大 了解 那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 它说它不舒服 它脚会麻 我们就想说 赶快把它送去急诊 脚麻的时候它还有意识 有有有 它都一直没有分明 它都一直有意识 有有 那它只有说脚麻 然后去检查出来 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们送急诊 它就说 就照就说脑内出血 就给我病危通知 了解 所以 是经过一个礼拜才手术 对 我才送到 去动手术 那时候要救命 那时候虽然已经医血了 很严重了 西医也这样讲 但是那时候它情况怎么样 会比现在差吗 应该是 他那时候还会讲一两句话 还会讲话 还会吃西饭 还会吃西饭 对 手术以后就 就不行 就是连讲话也不行 然后 就没办法讲过一句话 还有吃东西也没办法吃 对喔 好 脑中风是不是一定昏迷 不见得喔 有时候是清醒的 它还能表达喔 那这一个其实在论果子上要讲 因为我们说论果 也就是脑中风 都是有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而非异常引起 但西医就是检查什么异常形态 他们就怎么样 处理异常形态 比如你脑出血我就开刀 那结果开完刀 你看跟症状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它开完反而症状怎么样 更加重啦 能吃饭的便不能吃饭 能讲话的便不能讲话 那情况更加严重 所以我们说只要 这些异常形态跟病症 绝大部分都是无关的 我们第一堂有没有讲 何况按了如果有效 那就更确定 这根本不是本处体伤 即便本处体伤 里面有组织受损 你只要热能热源够 热能改善 它自己身体就可以怎么样 修复而改善 而改善之后是没有后遗症 所以我们才为什么敢说 连植物人我们就敢做 甚至植物人是医学界做不好 我们还是有办法克服 那一般中风 现在对于我们各个 比较就是熟悉在做的推广处 他们都把中风当做是什么 小case 我跟你们讲真的 是小case 因为它可以完全修复 而没有后遗症 你只要不要去把它破坏 但对你们而言呢 可能你们都觉得 哇 那个是大case 是要赶紧怎么样 那你业绩你真的处理异常 就会出现问题 好 那我们这个就不说了